现在美国投资移民1比5的项目非常多 光现在登记在移民局注册的地区中心将近1000个了 而且项目可能超过1000多个 所以我每次回国内在电梯里一坐 佛罗里达1比5 内华达1比5 纽约1比5 加州1比5 琳琅满目 你怎么去挑选 在挑选的过程中 我这几年帮着我的客户让他们运用六条原则 这六条原则给大家交流一下 很多客户就告诉我说黄律师你这个叫黄六条 那么第一条就是要历史记录 所以用英文的词就是叫Track Record 这个Track Record就是历史记录必须是100% 因为1比5这个项目投资移民项目历经了十多年了 在这十多年内的各种投资中心的项目都非常的多 那么你现在有选择的余地 那你就第一条就坚持 我要求526就是有条件绿卡的批准率 这个项目必须是100% 而有条件绿卡拿到之后 这个只是一小步 最重要的是829批准率 我也要100% 最好呢你甚至要求就是还款率也要100% 所以三个100%这个项目就是个好项目 第二个标准呢 你就是要看这个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 就是在美国如果你要是有好项目 比如说你要生产苹果手机或苹果电脑 这种项目在美国是不愁找钱的 如果你有项目好 美国的银行有足够的钱来投资 能千万里迢迢跑到中国去推销项目的 你肯定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项目在美国找钱就不太容易 它并不是很好的一个项目 那么那么你就下面就是问 就是你项目自身资金有多少 一般有一个四六开 最好现在是三七开 也就是说确保有30%或者有40%的钱是外国投资者 一比五投资的钱 但是60%甚至最好是70%的钱是来自项目方本身 因为这个项目如果在美国找不到钱 这项目肯定都是有问题的 第三一个呢 你不要轻信 他们有政府支持 政府担保 政府担保都是违法的 因为一比五的法律原理就是项目内在必须有风险 谁来保证谁来保证还款这些都是违法的表达方法 他跟着领导人跟州政府包括跟什么联邦要员照相 这点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在美国或许这种照相真的是太容易了 你要看它的内部建制 就是它infrastructure 它有没有办公室 它有没有好的网站 你打电话有没有人接 发email有没有及时回复 很多地区中心的都是皮包公司 one man company one man shoe 所以这第三条你要注意 第四条的就是 我觉得你要投的钱 要投进去的尽可能是债权 而不是股权 因为债权的话就是一个借条的关系 写了一个借贷关系 它借你钱使用五年到六年 它会还给你 但是如果是股权的话 你有多少多少股份 到时候清算的时候就比较难一些 你的资金尽量要投到有形可见的项目上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如果有些项目像你推销奶牛厂 或者是生产一个拖拉机厂 或者农业设备厂 这种呢就是很大一个担心 就是你钱投进去之后 它确实也养奶牛了 但是奶牛生病怎么办 或者生产出来农业机械卖不出去怎么办 而这些呢折价率都非常的高 你的钱很容易拿不回来 我说的就是你尽量投那些 visible看得见的 tangible有形的资产 商业房地产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 那么黄六条的最后一条就是你一定要确保就业率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它想吸收70个人的投资者 它按法律规定就必须创造 理论上创造700个就业机会 但是呢你看它的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计算出来 它这个创造就业机会的模式只是700人 这种项目就非常小心 你一定要有一个cushion 就是一个缓冲区 一般来说它70人的项目 你要让它的创造就业机会 理论上现在创造就业机会 要达到800900甚至1000以上 这个项目就是非常安全的项目 那么总之呢 你用黄六条去看任何一个投资项目 你投下去之后 我不能保证100%的安全 但至少你晚上睡觉会心安理得一些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